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非常的高兴再次和你相聚在空中 这个礼拜呢,你过得好吗? 面对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不知道你的情绪怎么样 你的心情如何 在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让你感觉到恐惧的呢? 当你面对恐惧,你怎么办呢? 小故事大启发,我们来听听 这个有趣的故事 叫做《心中的冰点》 讲到说有个人叫马丁 这个人是一家铁路公司的吊车人员 他的工作呢,非常的认真尽责 可是他有个缺点 就是他对人生啊 就是觉得非常的悲观 常常都是用否定的眼光 去看待所有的一切 有一天呢,铁路公司的职员 都赶着去给老板过生日 大家呢,就急急忙忙的 提早下班走了 很不巧的是 马丁不小心被关在一个 待修的冰柜车里 他就在冰柜车里啊,拼命地敲打呀 喊叫啊 问题是全公司的人都离开了 根本没人听到他喊他叫啊 他的手掌被敲得是又红又重 喉咙叫的是完全沙哑 完全没人理睬 怎么可能有人理呢 最后他只好颓然地坐在地上喘息 心里就越想越害怕 他想 冰柜里的温度只有华氏零度 如果再不出去 一定会被冻死 不可能有生路 一定只有死路一条 目前这个状况 不可能有人来救他 他的生命到此完结了 结果他就找了纸笔 用发抖的手写下了遗书 第二天早上 公司的职员陆陆续续来上班啦 打开冰柜 哎呀 发现马丁竟然倒在地上 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急救 回天发暑 可是大家都惊讶得不得了 为什么呢 因为冰柜的冷冻开关 根本没有开 这个巨大的冰柜里面 有足够的氧气 而且它的温度是华氏61度 可是马丁竟然给冻死了 原来马丁不是死于冰柜的温度 他是死于他心中的冰点呢 恐惧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杀人凶手 如果我们在遇到的任何事情上 我们能够排除恐惧 然后我们能够用一个积极面 光明面去看待的话 可能在我们看来 是很糟糕的事情 结果都能有所不同呢 以前呢 有个歌手 徐怀玉 唱一首歌叫做 有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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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缠着我 一口一口吃掉 我本来很愉快的生活 不知道他说的 这个怪兽是谁啊 但是想一想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是不是有这么一头怪兽 常常缠着我们 吞食我们原本愉快的生活 让我们的心情荡到谷底呢 这头怪兽啊 可能是压力 可能是忧虑 又或者呢 是恐惧 当我们面临困难 面临一个 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克服 突破的障碍的时候 这只怪兽呢 就会跳出来 要把我们吃掉了 而当我们心里面 感觉到很害怕 很恐惧的时候 不只是心里大受影响 在我们生理方面 也会导致 像胃溃疡啦 十二指肠的溃疡啦 还有体内的免疫系统功能呢 都会降低 甚至病变 看来这个恐惧的威力啊 实在是不容忽视啊 然而怎么样面对恐惧呢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们对付恐惧啊 有一个妙招 就是赶快来到上帝的面前 寻求他的帮助 所以我们的恐惧来源是什么呢 不知道每个人恐惧来源不一样啊 也许对你来说 工作上面表现的不好呢 就是你最大的恐惧来源啊 或者是课业成绩不好啦 就是让你很害怕的啦 又或者说呢 你的另外一半就是你的恐惧来源啊 或者说在人际之间 这个是你的恐惧 但是只要我们愿意 把我们的问题告诉上帝 上帝一定会透过他的话 透过这本圣经呢 告诉我们怎么样来面对 他也会透过他的话呢 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知道啊 怎么样靠着他的智慧来做 所以当我们遇到很恐惧的事情的时候 不要感觉到绝望啊 让我们来寻求上帝 因为我们的帮助就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千万呢不要被恐惧或是忧虑的这只怪兽啊 给吞吃掉咯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祝福你喜乐平安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拜拜 你不能依靠两个主 你必须做一个选择 你不能依靠主 又依靠魔鬼 又像今天过 你必须面对两个门 你必须做一个选择 我选择 我选择依靠自己或转心靠出炮 你必须做一个选择 你必须做一个选择 所以不必忧略 吃喝穿什么 这都是外包人所求 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 天赋早已知道 你们要先将他帝国他帝里 这些东西要交给你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一天能处一天的 所以不必忧虑吃喝酸什么 这都是外旁人所求 你们需要为这一切东西 天赋早已知道